988新闻线 Facebook那边 在我们现在新闻线的 这一个视频那边 大家就一起点多 angry 我们想做一个测试 到底是不是真的 贸校部长就说 内阁商议鸡骂的课题 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定案 安华回应说 岛阁议员跟西蒙 其实有共识的 所以不能遗弃他们 即日起呢 我们就是两个星期 就可以为部长还有部门打分 看看你是否满意 他们的表现 教育部长说 学生可以穿整齐的便服 回到学校 到这个学年结束为止 国内的学校 已经陆续的全员 返到校园去了 那教育部高级部长 莫哈莫拉兹 今天提醒校方 不需要强制学生 穿校服回校的 可以先穿整齐的便服 直到今年的学年结束为止 那教育部早前 就已经提醒过学校 希望这段时间 先给予通融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家长抱怨 说有一部分的教师 规定学生 必须要穿校服回校 所以莫哈莫拉兹 今天就提醒校方 反校复课事宜 应该要重检 特别是许多家长 在疫情期间 这个学校复课 面对了局限 尤其是那些能力 有限的家长 所以不应该 给他们太多限制 那看到学校 现在是陆续续在开放 私生的儿科顾问医生 阿玛辛他就预测 学校可能 就会因为这个Delta 变种病毒的肆虐 而爆发冠病疫情 导致小朋友们呢 确诊病例是增加的 他就举个例子说 英国就像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了 那我国马来西亚 就应该 只是以这个英国 复课之后的情况 作为一个借禁 阿玛辛他告诉 新洲日报 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生 他们都不能够 接种冠病疫苗 所以他就建议 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需要每个星期 进行一次的快速检测 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因为他说 在英国那一边呢 是每个星期 会做两次的检测的 零一边乡 新一期的国会 已经开始了 为了要保护国会议员 卫生部今天 就在国会大厦 为议员 接种冠病疫苗加强剂 由于我国目前 只是批准辉瑞疫苗 作为加强剂和混打疫苗 所以他们今天打的 都是辉瑞加强剂 卫生部长台里指出 虽然我们看到 单日的冠病确准病例 是有点下降 但是一些州属的住院率 其实是增加了 因此他促请民众 接种这个冠病疫苗的 加强剂 那他也说 卫生部正在向 符合条件的人士 发出了加强剂的预约 那多数的预约 是会在诊所进行 因为自从我们这个国家 很多人接种了疫苗之后 政府其实已经关闭了 那些大型的疫苗接种中心 接下来就会转到诊所那边 去进行接种了 那虽然说 我们的单日确准病例 比起高峰时期 算是看到已经下降 但是最近几天 也算是时起时落 不能够讲 我们一直在下降了 因为今天是稍微上升了 新增了5071宗的 这个冠病确准病例 累计病例超过 248万宗的 那在疫情之下呢 财政部长 多顾抓付 上个星期就提成了 2022年的财政预算案 看到穆迪分析说 是应看好 这一份扩张式的财案 然后会提振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所以就把马来西亚明年的经济成长预测调高到5% 直播穆迪那边是预计 大马今年的经济 只是会增长3.5% 是低于之前预期的4.7% 穆迪分析经济师在一个题目为 大马史上最大规模预算案的这份报告中 就是说到啊 解除了国内外旅行禁令 还有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这些都有助于马来西亚摆脱冠病的冲击 他还说 如果马来西亚主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未来几个月的表现继续超出预期的话呢 那穆迪可能就会考虑 再上修马来西亚经济成长的这个预测了 那说到2022年财政预算案呢 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征收繁荣税 Zugay Mark Moore 财政部第二副部长亚马尼表示 政府估计明年落实的繁荣税 可以贡献至少30亿令吉 他说政府是因为各方的建议而落实繁荣税的 让那些不受冠病影响的企业啊 可以为国家复苏出一份令 亚马尼认为加征的税务涨幅是9% 这也是一次性的 而且呢相当合理的一个比例 因为呢他认为企业在过去的两年 都有相当高的盈利哦 那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亚马尼有说表明说 参与者现在其实他们有担心 明年这个引入的繁荣税 但也有分析说离开市场 都是短期的投资者 因为呢现在有看到 好像大马交易所 他的这个股票大跌 对有跌 在这个财政预算公布之后 这几天都暴跌 嗯 不过他就分析说 这只是一些短期的投资者而已 离场 所以希望说之后 我们的股市应该是还会回复回来的 那另外亚马尼今天 他也是有提到 政府无意征收遗产税来增加收入 他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呢 政府也是没有全面落实资本利得税 包括说没有向资本市场去征收利得税 那说到为了进一步增加政府的税收 沙巴民心党 先本纳区的国会议员 沙菲伊阿达 他就建议 除了征收繁荣税之外呢 政府其实也可以考虑落实奢侈税 他表示奢侈税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 超出一定价格 非必要的贵重物品或是服务 举个例子 就是一些人去购买这个超级跑车啊 游艇啊 私人飞机啊 贵重的珠宝饰品等等 政府呢 就会向这些人去征收奢侈税了 那沙菲伊就解释说 其实很多先进国家都已经落实奢侈税了 就连向是我们的邻国印尼 泰国 他们也是有向人民征收奢侈税的 所以说 我国并不是唯一一个落实这项税制的国家 这个建议 其实我们也是有在等一下的现在会来问大家 等一下再来说那个题目好了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国现在的这个政府呢 其实已经上任两个月了 那你其实对他们的表现还满意吗 手上 Ismai Shafili早前曾经宣布 要让人民为内阁部长的表现打分 而这份问卷呢 今天开始正式开放让全民来参与 你只要今天到11月15号之前 大马人可以通过 MyTinjawan AKM网站 就是有一个调查问卷 那边就可以评估各部门和部长 在上任后100天的表现 这个网址是可以记录下来 Tinjawan.mampu.gov.my.ms 那这份问卷呢 会让公众去评估所有部长的表现 不包括首相 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基本资料 比如说参与者的年龄和种族等等 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评估部长或部门表现的五大要素 预计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评分的事项包括有 第一个就是领导力哦 第二个就是诚信 接着是战略思维 还有问题解决和有效沟通等等 分数介于1到10分 最低1分最高10分 表现越好你就打越高分咯 欢迎大家可以去为我们的部长和部门打分 好了 这个现在VOT来问你关于这个新建议的税制 你认同购买非必要的贵重物品 需要缴付奢侈税这项建议吗 很简单 两个选项 关于是赞同还是不赞同 赞同就点选love 不赞同就点选wow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 参与今天现在VOT的话题 新盟主席安华最近说 新盟是不能够不理马六甲四名倒戈州议员 就引来盟友的反弹 接着安华昨晚就有继续解释 这四名撤回对甲州政府支持的州议员 是跟甲州西盟有共识和协议的 所以不能够放弃他们 而且这不只是涉及党的决定 还要考量人民的情绪等等 那安华透露在解散州议会之前 双方曾经商讨和撤回对国门的信任 是曾经达致共识 所以不能够就背弃这些人 况且西盟不是那种成功之后就背弃他人的政党 安华说虽然引起了反弹 但是这件事一再经过商讨和考量了各种因素 以及不同的看法之后 他们已经做出最慎重的决定 同一时间 甲州的成信党主席阿德里他暗示 四人帮当中有几个人呢 是可能被接纳成为候选人的 阿德里就表示说 斯敏倒戈的议员当中 确实有一些人涉及推翻西盟政府 但是犯了错也应该获得机会去周证错误 他还说西盟已经是设下好几个条件 其中一个就是要对抗贪污滥权 他表示啊 只有这一只要这一些人 是他们有真心去对抗政府的滥权行为 就应该给他们机会去周证他们的错误 不过呢 行动党是不认同盟党的看法的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示 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昨天晚上会议一致一决 拒绝四名出走议员 以西盟候选人的身份 上阵马六甲州选举 同学提醒西盟不能够再犯同样错误 失去道德制高点 他说有人认为 为了要在甲州取得胜利 策略上面应该要跟任何能够 让西盟获得胜利的人合作 然而呢 他觉得目的正当了 不代表手段也是正当 林冠英也无奈的说 遗憾的是呢 行动党的看法在西盟内部 遭到公正党和诚信党的否决 被迫为了联盟的团结 而遵守多数决定 但他强调这也不意味着 这一项多数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说过了西盟内部的情况 接下来就谈谈 伊斯兰党那边的选择 昨天已经有讲 巫统的老二就希望他们说 你不能够站中间 你必须要二选一 最近看到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他说伊斯兰党将会以国盟的标志 出征马六甲州选举 这是伊党中委会召开会议之后 做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呢 伊党不只是会在 这个国盟的旗帜下竞选 也代表着伊党和巫统 是没有达成合作共识的 那随后看到 马六甲州的伊斯兰党主席 卡巴鲁丁 他表示伊党不会在巫统 或是土团党中间去选这个 就是他们中选的这个议席那边 去插上一角 而且他们是会专攻西蒙中选的席位 避免出现三角战 他表示呢 伊斯兰党巫统和土团 早前就开会的时候 已经是一决将会 在这个州选举避开三角战 那同一时间 所有的议席都会维持现状 卡巴鲁丁他也保证 巫统中选的议席 国盟绝对不会上阵 不过呢 如果是有国盟的政党 例如这个土团党上阵 巫统中选的席位 伊斯兰党就会毫不犹豫的 去支持巫统 相反的 如果土团党中选的席位 这个巫统那边 是有人来插上一角的话 伊斯兰党就会支持土团党 似乎看起来还是希望 做中间人 好像两边在 一直在协调当中 对对对 他们就希望 他就是那个 希望大家一起好的那个人 对对就不要三角战 对那在这之前呢 巫统疏理主席 穆罕默哈山有说 像刚刚相军有提到的 就是他讲 不能一角他两船 伊党要决定 他们决定了 可是呢 巫统的甲州领委会 熟理主席穆罕默阿里认为 如果伊党还是有意愿 跟巫统在甲州州选上面合作 那么巫统还是会给伊党空间的 他还说巫统不会跟伊党断交 还说巫统相信 所有的伊党党员 都是希望巫统跟伊党 一起维护我国穆斯林 尤其是巫绿的福利 凡事留一线的感觉 是是是 随着我们看到马六甲州选 是越来越靠近了 好像星期一就是提名日 那政治人物呢 在过去周末 好像都频频的去到马六甲 卫生部最近呢 还对举办跟马六甲州选 有关活动的主办单位 开出了总共24000令吉的罚单 社交媒体就有广传说 国盟的穆尤丁和国阵的纳吉 在马六甲出席 跟州选相关活动 违反SOP 卫生部之后就发了一个文告说 根据卫生局的调查显示 这两人在当地走访 其实没有涉及到选举的集会活动 不过调查发信 官员行使了这个342条例 是向国盟和纳吉 个别开出罚单 卫生部有进一步解释的 就说罚款的原因是 主办单位没有确保出席者 保持人身距离 因此对穆尤丁出席的活动 主办方也就是国盟 开出2万令吉罚单 那纳吉出席的另一个活动主办方 是被罚4000令吉 卫生部也强调 该部会跟警方继续监督各方 在甲州选举期间 是不是遵守防疫SOP 好了 争执相关课题 这个甲州选举相关课题 我们暂时先hold住一下 关注另外一个最近是 沸沸扬扬的课题 这是国产威士忌 提马名字风波 那看到过去的周末呢 环境部长段一布拉西声称 内阁同意 禁止可能会引起任何种族 和宗教敏感的这个商品的品牌 只不过国内贸销部长阿里山大 他就说内阁目前已经是在讨论 提马名字的这个课题 但是是没有一个最终的定案的 他补充说 内阁只是讨论可能会禁止使用 那一些 就是有一些可能会冒犯到 某方面敏感的商品品牌 而他相信下一次的内阁会议之后 政府就会针对这一个课题呢 会代表一个声明 阿里山大他还说 交流不应该只是限于单一宗教 有一些事情可能是 对这个达雅人他们就有敏感 有些事情呢 可能是对华人敏感 那如果要讨论这样的事情 就是要这样子去讨论 这样子才是会公平的 不能够只是以一方面的角度 去触发嘛 那所以最近呢 纯粹的课题啊 大马伊斯兰知识研究院 Ekim的前总监 塞阿里道飞 他就有痛斥那些挑起 国产威士忌 踢骂争议的穆斯林 和国会议员 并且直言 这些人才是 侮辱先知穆罕默德 和先知女儿的人 他说有正常思维的人啊 都不会用简称来称呼先知的女儿 或者是他的家人 就是没有人会叫先知 你好慢 也不会有人叫先知女儿 法蒂玛为提骂 所以塞阿里道飞认为说 做出这些指控的人 才是最无理的 他还点出提骂 从来不是一个穆斯林的名字 还抨击说挑起这个课题的人呢 做得好像在捍卫伊斯兰 但是他们不需要这种人来捍卫伊斯兰啊 因为你们没有资格 另外一方面 前首相纳吉就抨击西蒙 就说到西蒙才是那些 引发提骂争议的人士 纳吉在脸书撰文说 就写着这个 西蒙如何利用这个课题 来试图煽动种族和宗教课题 以骗取选民的支持 纳吉还声称 这就是西蒙的真面目 做了坏事却装聋作哑 敢做不敢当 另一边呢 行动党中委间 雪州行政议员邓张钦 也有在脸书上面撰文 附上了 诚信党树里主席 沙拉胡丁的新闻截图 那他就留下了 耐人寻味的一句话 他说 原来为了选票 他的诚信党朋友 和伊斯兰党是没有差别的 这个新闻截图到底说什么呢 是说到沙拉胡丁认为说 威士忌提骂的课题 是要透过互相尊重的方式 来解决的 来我们很多东西都需要互相尊重 现在过的这个话 我们也非常尊重你的意见 今天问的问题就是 你认同购买非必要贵重物品 需要缴付奢侈税 这项建议吗 我觉得我再查一次 因为刚才真的是非常的靠近 那个票数很接近 对还是一样的 就代表着我自己很三方面的 这个判断就是两个群体的较量 没错 我们刚刚在公司已经有较量过一番了 就问到有些朋友还是会买一些奢侈品的 他们就觉得当然不赞同了 然后一些没有买的 就是反正不是我 不是我 就较了可以就是让国家有收入嘛 OK我们看一下在这一场较量里面 稍微显胜的呢 就是55%的朋友把票投给了赞同 要缴纳设置税 另外45%的朋友说是不赞同的 没有差很远 算差不多就几乎一半了 David Koo就说外国实行很久了 是汽车啊 酒啊烟啊 是应该要重税的 然后Kanyeb就说 如果用现金来买 更应该要tex啊 你懂我懂 看到Tiong Ming就说 有钱买奢侈品 就是有太多多余的钱了 那么的话呢 就是就多缴税了这样子 那其实赚多钱的朋友 他们已经是缴的税比较高了 对啊 这是比例这样子 这里所以大家印象的争议点就是 如果我再买一个奢侈品的话 我是不是又需要再缴付 对 那当然真的是不同立场的人 看法就不一样了 雷文俊也是说 既然那么多余的钱买贵重物品 为什么要吝啬缴税 哎 这个真的是不同群体的一个争议了 我觉得你们如果还有兴趣 关于这个税制的 有什么样的看法 继续在现在的帖子下面 大家就理性交流一下 也是可以去研究一下 国外到底怎么争这个奢侈税 我也蛮好奇的 在这之前 因为去国外也不会买奢侈品 所以我不懂 我们有可能要请教那些 常买奢侈品的朋友 尤其去国外购买的 那些政治人物可能他们也懂 我们现在就这个时候 要先送你一首歌吧 是 拜祝的我知道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咯 交班给标明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